中共二十大后,地方和主要部委高层人士调整陆续展开 根据港媒的报道说 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 将接替陈梅尔担任重庆市委书记 陈梅尔预料将主政天津 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山东省委书记李干杰 则将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中共二十大陆续调整地方和主要部委人士 上海、广东、福建、北京等省市一把手都已经换将 另两个直辖一把手也传出换人 据报道称,浙江书记袁家军将担任重庆市委书记 今年60岁的袁家军出身军工系 曾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总指挥 中国航天技术集团副总经理等职 2014年出任浙江常务副省长 后来担任省长 袁家军主政折肩期间 率先为共同富裕探路 至于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梅尔 预料将接替李鸿忠担任天津书记 李鸿忠可能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现年62岁的陈梅尔是浙江人 长期在浙江工作 新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干杰 将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负责官员的考核和升迁 今年58岁的李干杰 毕业于清华大学 是一位核武专家 长期在环保部门工作 接下来